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那是遺傳 那為什麼沒有所謂的船級 沒有船號 它是作業船本來就不需要 所以台灣在指控人家 是一個違法的三無船隻 台灣自己的 在岸邊的那些布網的船 然後仰科的船 哪一條船有編號 哪一條船的船級登記 這是一個很可笑的事情 那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無所謂 你海巡人員怎麼會不知道 而且是每天在你眼皮底下 進進出出的 那我們台灣的漁民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啊 我們在自己的海域裡面 不好往也會漂到那邊去 為什麼 海流是上帝決定的 不是你大陸跟台灣方面決定的 結果你把人家當作什麼 三無船隻 違法船隻 民進黨還把它解釋 可能涉及走私 你有沒有腦筋啊 我第一次聽到走私光天化日 中午12點跑到你們 眼皮底下來走私 這個就是欲蓋彌彰 想要掩飾台灣的海巡單位 執行私盪 這個不盪甚至於過盪 所產生的悲劇 要來掩蓋所有的責任 這個因為掩蓋責論的心態 所以產生說法的行為 現狀已經改變 新的常態已經出現 而有一個這麼單純的事件 本來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 明快負責任的態度來處理的 一個意外的事件 但是卻是經由海巡單位 以及所謂海洋事務單位 再加上大陸事務單位 聯合掩蓋 想要把這個事情 從一個應該負責任的一個角度 變成不想負任何責任 而且還要把責任推給大陸的漁民 或者大陸的相關單位 所謂的監管不遠的結果 這種心態本身就非常可疑 再加上有人命上的損失 當然會在大陸引爆牆內的民怨 而且在這個大陸事務部門 所談話裡面 竟然認為自己的執法 並沒有不當 沒有過當 也沒有失當 而且把它推到說 在所謂禁限制水域裡面 台灣當局有權力做這樣的處置 當然更令人憤怒 即使是在台北市的街頭 一個警察執法 失當到這種程度 也是不能接受的 何況是在一個複雜的海域裡面 如果不把它從一個 很單純的海巡船 去撞翻了大陸漁船的角度 來處理的話 要把它上綱到 所謂禁限制水域 當然大陸可以直接了當 一口的否定禁限制水域的存在 台灣的所謂的禁限制水域 是准用國際海洋法來的 因為國際海洋法 它規定在領土的外面 12海里可以有領海 在領海外面再加12海里 可以有比林區 那這個國際法律明文規定了 可是適用在兩個土地中間 就比較麻煩一點 必須要用中線來畫 所以不可能用這個 所謂12海里24海里 所以現在看到台灣 單方面所畫的金門島外的 那個禁止水域 就是所謂的領海線 那個限制水域 就是所謂的比林區的線 所以在比較狹窄的地方 它重疊了 比較寬的地方 它就分開了 那任何一個所謂自稱主權單位 或者是政府單位 它在禁止水域 所謂領海的權利 以及在限制水域 所謂比林區的權利 它是一個有相當的規定的 而且有明白清楚的規定 那今天呢 這個所謂禁限制水域 在金門畫這個中線 在國際海洋法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規定 就是你畫中線 必須得到中線另外方面的同意 不然我怎麼知道 你中線是真的中線 那如果沒有簽訂協議 對方沒有承認 這個中線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所以一開始並沒有 彼此簽訂這個協議在 只是一個默契而已 應該是說 台灣方面畫好了 大陸方面 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 但是好像在 這個態度上面 也相當的寬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依據國際海洋法的話 那個地方是大陸的內水 什麼叫內水 因為從泉州的潛頭嶼 去拉到廈門的古浪嶼 就剛好把這個通通包進來了 那個已經不是領海 是內水 內水是比照領土 在領土上面 有百分之百的主權行使的權利 到了領海的話 那就沒有完全的主權行使的權利 到了比林區 只有一個局部的司法 一個所謂的追跡的權利而已 那在這個法律上規定這麼清楚的 那台灣方面在過去跟大陸簽訂 23項協議 就是這兩條線沒有在任何協議裡面 那可能在當時大陸方面對這兩條線 也沒有太在意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台灣方面在進限制水域的內 裡面嚴格執法 堅定執法 整天惹事生非 什麼惹事生非呢 台灣民進黨當局自己成論 在蔡英文執政這段時間裡面 總共有執法9000多次 也就是驅趕大陸的漁民 那今天這個事件的發生啊 又非常的特殊 怎麼說特殊呢 大家都講說撞翻大陸漁船大陸漁船 其實名正言順來講 那一艘談不上漁船 那一艘叫做海上作業船 什麼叫海上作業船啊 因為那個驚嚇水域非常的窄 很多漁民就會在海上拉好漁網 比如說我傍晚拉好漁網 我明天中午去把漁網收回來 那或者是我在這個下午布好漁網 我晚上半夜去把這個漁網給收回來 這種布網收網的這種所謂 有捲洋機跟捲洋船 那一條船就是這種捲洋船 它並不是是真的去抓魚的 它是在布網跟收網的 那碰巧在這個2月14號的時候 他們前一天去把網布了 沒有想到海流漂的關係 那個網漂一部分 有一半跑到這個 這個所謂禁限制水域裡面來了 那它當然就跑到禁限制水域來說網 有點想說我在打球啊打一打球 跑到你家圍牆裡面去了 過去撿一下 過去撿一下 基本上是這種現象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那是漁船 那為什麼沒有所謂的船級啊 沒有船號 它是作業船本來就不需要 所以台灣的指控人家 是一個違法的三無船隻 台灣自己的在岸邊的那些布網的船 然後養科的船哪一條船有編號 哪一條船有船級登記 這是一個很可笑的事情 那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無所謂 你海巡人員怎麼也不知道 而且是每天在你眼皮底下 進進出出的 那我們台灣的漁民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啊 我們在自己的海域裡面不好網 也會漂到那邊去啊 為什麼 海流是上帝決定的 不是你大陸跟台灣方面決定的 結果你把人家當作什麼 三無船隻 違法船隻 民進黨還把他解釋可能涉及走私 你們腦筋啊 我第一次聽到走私光天化日 中午十二點跑到你們眼皮底下來走私 這個就是欲蓋彌彰 想要掩飾台灣的海巡單位 執行私當這個不當 甚至於過當所產生的悲劇 要來掩蓋所有的責任 這個因為掩蓋責論的心態 所以產生說謊的行為 說謊 什麼叫說謊呢 第一天海巡單位說謊 第二天啊 這個大陸事務部門說謊 接下來海洋事務部門的管碧林 說謊更多 邱帶山也說謊 這個管碧林也說謊 然後海巡單位開記者會也說謊 那你這種說謊 不願意給人家一個清楚的交代 什麼要清楚的交代 你第一天說人家自己翻的 後來又說自己撞的 可是明明白白的 現在證據都出來了 是你的海巡船激烈的去撞到這一艘 大陸的這個海上作業船隻 你這個漁船的作業船隻 一撞翻了的話 就產生兩種情形 船上的人一定會落水嘛 那有個問題還沒有辦法交代 就是說這兩個死者 到底是真的淹死的還是撞死的 我個人判斷撞死的比例 是比淹死還要大 就像大部分的車禍 很多車禍翻覆 並不是說這個摔到外面摔死的 而是在車子裡面碰撞死亡的 那為什麼要產這種情形 我為什麼做這樣的判斷 因為死亡的是船老大 你告訴我說船老大會溺水 然後那兩個漁工不會溺水 好像不合理 這完全不合理啊 所以最可能就是落海之前已經失能 所謂失能嘛 要嘛就是撞昏了 要嘛就是撞了這個手腳不靈光了 要嘛就是第一時間就會撞死了 那撞死的責任跟利弊的責任又不一樣 我們必須把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全世界在處理刑事問題 沒有例外都要分清楚的 那你不給人家一個很重要的真相 然後你去懲署相關人員 你去做一個適當的賠償 請問一下大陸民眾的民意 會壓迫大陸的主管單位 來進行反制動作 所以今天你看得到的就是說 大陸 邱帶三說大陸沒有嚴格執法 他就稍微嚴格執法給你看 海監船也來了 這個海警船也來了 然後也上船對台灣的觀光船檢查 以前大陸對於台灣是相當的友善 台灣的漁民跑到大陸去 根本只要拿個台胞證上岸都可以唱KTV 他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也沒有什麼進限制水域 那台灣的觀光船 整天在大陸的水域裡面放來放去 也從來就沒有任何管制 那這一次為了回應大陸的民意 稍微上船檢查 你說你沒有嚴格執法 他執法給你看 沒有上船檢查 然後這些檢查結果 你說你是什麼 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這麼挑動人民兩岸的這個 你民進黨自己搞了這麼多爛攤子 你怎麼還有連去怪罪大陸這麼做 所以兩岸在這種很複雜的處境裡面 因為這個事情處理不當 只有上升到的所謂主權問題 以及進限制水域的問題 台灣只會吃不完 兜著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出發文嗎 超之母的